在高雄这边有一间临近菜市场的铁皮仓库突然发生了火警 火蛇不断地从窗户冒出 火势一度失去控制 还差一点点波及到警铃的两户民宅 民众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赶紧逃出 而消防队出动的云梯车在沟空和地面涉水抢救 幸好没有伤亡传出 今晚的火蛇不断从窗户冒出 小时候大火早已在铁皮屋内烧了一段时间 铁皮屋内的东西全被烧得金光 熔岩串得又急又猛 连警铃的两间民宅也遭到波及 因为火已经被焦熄 没想到又再度烧起来 担心民众受困 消防队立刻出动云梯车到阳台破窗救人 也从高处洒水灭火 蹦一声 外老叫我过来看的时候 已经就整个都大火了 铁皮屋主急跳脚却只能无奈的看着大火 晚间六点多 菜市场旁的这间铁皮屋突然传出火警 或是一度失去控制 消防队上下联手涉水抢救 去明年衣服都来不及穿就夺门逃出 接近一个市场 而且里面很多的可能的东西 铁皮屋散户对放大量易燃物才酿成意外 所幸没有传出伤亡 但隔壁的透天座早已被熏得漆黑 而奇果原因正由近视单位离境当中